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有警察说 这个人他简直是比黑道插手还要危险 还要可怕 但其实陈鸿忠他跟黑道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帮派被击 他后来加入一个窃盗集团 在警方的眼中 陈鸿忠他就是一个偷车贼 但是这个偷车贼他不但偷车 他还会到处地乱开枪乱恐怖 因为他的个性火爆 他动不动就要开枪 甚至连警察他都敢开枪 有一次陈鸿忠他把车子停在路边 正好巡逻远警路过了 还以为有人的车子抛锚了 好心地上前询问一下 你需不需要什么样帮忙呢 那就顺便盘查一下他的身份 但没有想到陈鸿忠他担心 被警方发现 其实他是一个载草的充气犯 他竟然假装要回到车上去拿证件的时候 一个转身他突然拔枪 就朝着这两名警察 非常近距离地连开了五枪 然后逃逸武松了 还好当时这两名警察 他们身上都穿着防弹背心 没有受到的重伤 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我们独家讨问了 参与这一起黄雀行动的关键活物 而且我们独家取得了 当时在围捕现场的搜证画面 我们来看自然记者 戴秋荣 陈智洋的独家报告 这个地方是南西网大浦的台山线 发生的时候 因为我派出所所长 我跟我们的同仁巡逻 穿到一位骑脚踏车的民众 我们就对他就是说 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忙 后来他直接就对我开枪了 王者英台南预警分局 南西分出所前所长 重回枪击事发现场 历历在目 2018年深夜那场枪击 差点让他没了命 救务人员把人抬上担架 伤者见世民遭枪击的 眼讯援警 手臂中枪流泻 所信意识清楚没有身体危险 那名王兴署长 则是前胸口被开了两枪 背部一枪 我从今三十多年了 还没有像这一次这么惊险 我那时候在当下在想说 不晓得能不能逃得过这一劫 幸好他跟同事都穿了防弹背心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枪声的连续的射击 不止那几发 因为黑夜中他有几发都落空了 当时他哪会想到 内巡巡逻 以为民众脚踏车坏了 需要帮忙 却让自己身陷险境 在对向脚踏车的民众 他停在路边 是 大概那样的位置 对 就在那个位置 那我们从这个方向 沿着车道过来 是 然后看到他 我们就停下来 就直接问他 说先生 你是什么问题 有需要我们当住吗 是 该路段是南西山区 近处都是当地居民 平常人烟稀少 陌生男子半夜出现 太不寻常 警察把巡逻车往前开 停靠路边 准备要查验 对方身份证件 你说当时怎么样 当时我就下车了 下车他已经走过来了 他的位置就大概车位 很近嘛 对 很近 我这样过来以后 我马上就过来 要问他嘛 因为情况 要盘查一下 他看到我下车就已经走 他马上就打过来了 对 就一直连 我听到好几声的枪声 我马上躲进来 躲进来 一转身 一转身背后又中了 这个歹徒对我射击完了以后 又对着驾驶座下来 要对他射击 就往车子后面 对着玻璃 对着我们开枪 对着不只一枪 他也是连续射好几枪 是 射好几枪 我们下车马上都会被他射击 没有办法 所以只有往前开 我们的通常就是往前开 因为前面这个下坡先给他 先离开他的射击范围 对 然后我们再做处置 歹徒留下脚踏车 仍早就逃到头中 回想惊险时刻 所长说老天有保佑 一般来讲我就是放在这里 对 要不然就是有两个位置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是 我当时我记得是放在这边吧 真的是放在心脏前面 因为这个地方有钢板 钢板它也是保护我的心脏 所以说没有涉及到 这个行动电脑就是一发 其他的都是涉及到钢板 就是心脏的部位 而严信同仁 手臂位置被子弹擦伤 鲜血致力 因为我们的严信同仁 它是驾驶座 对 这个是等于说从车后 射出来 射到在车子里面乱窜 从旁边窜到 他没有贯窜 是谁敢对两名警察开枪 遗留了一辆脚踏车 见识人员踩正追查身份 逼对结果 这个人叫陈宏宗 前科累累 随身带枪 是个高危险分子 他在几年前 在云林的青果市场 也是犯下了一件枪击案 当时也是一样是杀人未遂 所以他地检署已经有给他发布通气了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亡命之徒 被警察盘查 他一定要将我们置于死地 他才能够继续逃亡 警方设下拦检点过滤可忍车 逮徒有枪到处逃窜 居民任性暴房 警方公告紧急查期专刊 陈宏宗深信凶残 提醒同仁们围捕 格外小心 通气贩会到这边 之前曾经有啊 也有过 对 有过啊 就是那再次比你 对啊 使大枪击要犯的时候 躲在这里 警方同步展开大搜山 要赶快逮到 嚣张危险的枪击要犯 三次的搜山都没有找到人 警方的压力非常地巨大 因为陈宏宗 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枪击要犯 当年曾经跟他交手过好几次的 刑事局副队长陈昭谷 他说陈宏宗这个人的个性非常地火爆 他动不动就要开枪跟人家拼书营 他简直比一些黑道的插手还要危险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人的个性又很阴沉 而且他特别能够忍耐 有的时候冷静 有的时候冲突 看起来似乎是很冲突的人格 所以有人就说 陈宏宗他就像是一个冷静的疯子 而当年他曾经为了帮朋友出一口气 他就带了一把长枪 还有一把手枪 跑到了西螺的果菜市场 朝人开枪 把人打伤之后 陈宏宗他就开始跑路了 他知道警方出动了大批人马 要抓他 所以他曾经放话 他说万一有一天 被警方堵到了 他绝对是拼到底 拼得过就是他的 拼不过 他就自无聊乱 陈宏宗遇上警察 莫名其妙开枪攻击 原来他涉及 两年前吸入果菜市场的枪击案通緝中 陈宏宗枪击两名警察新闻一曝光 当时在刑事局中部犯罪打击中心的干员 陈昭谷和高文凯 心里就没底了 讲男性一名可能 睡觉都会比较难 结果我一看到新闻我就吓一跳 男性 他就是我们那厕所的地方 我想说 这么大胆 这么王位 然后穿进我的衣服对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什么大衣服对来的时候 这个部分 他当主办的人是我的好同学 有时候就是我们私底下会聊 然后当时他有提到说 就是往嘉义地区去逃窜 当然嘉义地区的话 我可能有这些议员关心 想说尽量帮忙 新闻那时候他的影像有出来 他就骑脚踏车 那个又瘦高瘦高的 那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想说 一定是我的对象 就觉得很有可能 你怎么怪怪的 可怜 我们两个就觉得很怀疑 事后透过DNA确认 台南南西枪击两名警察的 就是陈宏宗 好像是有验还是比较大 有验到他的DNA 才确定他的身份 其实他最后人物 早被刑事局警方锁定 2016年涉嫌汽车集团案 就曾经被抓过 等下去 等下去 那时候被我们中达查获过一次 就是利用那个洋洋的工厂里面 当汽车解体的掩護 他气宝潜逃 却云林投靠朋友 在西螺果菜市场打工 却在光天化日下红墙 热闹的市场惊传枪响 一名男子弹坐在地上 旁边还有大片血迹 2号下午5点多 在云林西螺的果菜市场 一名男子突然冲进来 连开四墙 那个廖姓老板跟摊商 之间发生纠纷 然后大概气不过 然后他就说决定要帮老板复仇 开枪的是陈宏忠 然后老板是拿他的长枪 枪托 重击那个摊商 摊放老板父子两个 先向西螺分局投案 但是陈宏忠 从那时候开始就带着 一长一短的枪开始逃往 西螺枪击案后 他逃亡 陈宏忠这时候开始追捕陈宏忠 解体工厂这些都是老手 他对警察的那个征收手段 非常了解非常清楚 所以他知道要射断点 躲避监视器 不用手机 逃亡从他驾驶的车开始 他开开开开到东山休息站附近 就把车丢了 总得有人建议 陈招骨过滤陈宏忠的交友 发现他用王八卡联络展开监听 一个月里面他好像开机三次左右而已 所以可是每次一开机 那个地点都是在嘉义大埔 后来发现陈宏忠联络的朋友 在两人通过电话后突然要买车 去过滤在嘉义间里站 我们去钓他的监视器 就发现陈宏忠在外面等 徐县与车追人 陈招骨跟同仁到嘉义大埔山区跟间 观察到陈宏忠 三天一次早上八点 从嘉义大埔到台南南西 日落前再滚到山上 研判是补给食物 果然有个在必经的路口看到了他 却不能轻举妄动 他那时候已经接近六十岁了 他说他进去 他有窃盗案件要关 又有这件枪炮案件要关 他关了一定常醒起的 他用台语讲的 我赌到十点 房子没过他就要自放了断 房子没过他也没用过他就是 有这个讯息透露给料性供犯 陈宏忠是台南人 嘉义台南山区是他的地盘 又随身有枪 警察贸然行动很危险 决定找当地警方帮忙 其实派出所也很好心 他也要帮我们找 但是他就把那个车 可能就直接贴在他的工布栏 虽然是他们内部工布栏 但是派出所在乡下地方 当算一个民众的 有点算往来的中心 他都会常去 他就问这哪有这台车 他们大概就 这要找的车 大概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 那时候刚好又是在过年期间 所以警力他那时候 单薄你要围捕的时候 真的是不容易 狡猾的陈宏忠马上逃走 不走高速公路避开监视器 换了车从嘉义大浦山路 一路往南逃 打了一通电话 然后又给他那个朋友 说 哥爱 我已经没在乘 然后对方也跟他讲说 好好保重身体 然后电话就断了 就像断了线的工针 陈宏忠从此无消无息 警方三个月的监听 没有任何动静 追捕行动只好暂缓 很欧啊 但是我们讲说 总有一天你还会再用电话 但是我们就在等下一次 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子而已 请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